什么名女孩叫这多 男孩叫什么刚啊 勇啊 强啊 炎啊 这类特别多 咱们刚一建国的时候 就有不少的人赶世毛 把名字跟着起 你比方说李国庆 王建国 还有李抗美 咱们有个作家叫张抗抗吗 为什么叫张抗抗呢 他父母经过抗日战争 又经过抗美援朝 得了 你俩抗家一块张抗抗 这其实也是一种赶世毛 希望能够跟世毛的事 结合到一块 你看前两天我在天津 大约会开幕式 碰着了著名的乒乓球冠军 马文革 他就是王王大革命时候出生的 咱们身边你看叫文革的也不少 这都是想把那个时代的烙印 跟自己能结合上 所以有时候造成的同名特别多 有个哥 就说一类普通人 说他有美满的生活 但是他经常感到失落 这个人你一定见过 他的名字叫李建国 你琢磨咱们生活当中 叫什么建国 什么建国的人得多少 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时候 改是保建国 国庆元朝什么的 这类名字多 后来那赶世毛的方式有变化 咱们不是中苏 苏联帮助咱们建设吗 那时候按照苏联的方式起名 你比方说 那这名过去中国都少有的 因为咱们网球的名叫李纳 这个纳本来不是中国人起名习惯 还有什么沙 有个台球冠军叫刘沙沙什么的 这沙 这都俄罗斯那边来的 卡丘沙 这是沙呀 纳呀 亚呀 王丽亚呀 女字 各个亚字 有一阵赶这个失望 到后来 他觉得这个人想返普归真 咱们老老实实的工作生活 所以当时实行起什么的 简单的名字 就俩字 这俩字坏了 重名更多了 我这么跟你说吧 咱随便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爸是李纲 你这李纲 叫李纲的人得多少 李纲 王纲 赵纲 刘纲 李延 王延 赵延 刘延 李军 王军 赵军 刘军 你就想想 你的生活当中 你认不认识叫李延的 叫王延的 叫李军的 叫刘军的 你得认识一堆 什么 纲 勇 猛 整墙 这个名几乎遍地都是 这就是赶石毛 这部分过了之后 这几年港台剧流行了 咱们总想起一个 典牙点的 就像我刚才说 紫涵 紫轩 紫豪 所以这赶石毛 真要不得 非常容易造成愁名 上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班有 男六帅 女六帅 大王伟 小王伟 一点年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 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逛街 然后就听到有人在这大声叫张霞 哎我一回头 一看 他有一个音乐而已回头 然后真挺尴尬的 按那个人家去排序吗 结果我发现我是排在第14场的 前面有12个人都要忘了 你这个办不了 叫你这个名字的人已经满了 只有跟他系统升级 然后或者是 就是技术方面提高了之后 才能够 才有可能把你录入 那么你看有这么多弊病 有人说咱中国人的起名字 现在越起越俗 越起越不像样子 它的根源在哪呢 说怎么中国古代人的名字 起那么好呢 你看咱们翻开典籍里头 中国古人名你觉得真是典养 这跟什么有关的 第一个 古人的名字 还有个特点 它不光有名 还有字 还有号 这样出名的概率就低多了 而且它这一连串 容易把一个美好意义起进去 你比方说 咱们听着有一首原三曲 山鹏羊通关怀骨 就兴百姓苦 王百姓苦 这个作者叫什么呢 叫张仰号 自惜梦 你可别小瞧这几字 有文化 仰号是什么意思呢 孟子里有句话 叫五善养五浩然之气 张仰号 自惜梦 希望自己像孟子一样 你看连成串了 还有的这名和字之间 有固定关联 周虞 自攻锦 虞和锦都是美玉的意思 黄盖自攻赋 赋盖 所以这些 它里头都有一些文化 在里边 你像我曾经给一个朋友的孩子起名 他这个孩子 他父亲在林区工作 我就给这孩子起名叫鹰鸣 鹰是口字 割一个鹰儿的鹰 鸣是口字 割个鸟的鸣 为什么这么起呢 诗经里有伐木篇 叫伐木钉钉 鸟鸣鸣鸣鸣 鸣其名义 求其有生 就鸟在这叫唤 希望交朋友 共同生活 这个意思 我给他起名鹰鸣 表达了这孩子 希望跟众人和谐相处 同时又隐喻着 他家里头伐木 是从林区出来的 这不是伐木钉钉 鸟鸣鸣鸣鸣 他这名叫鹰鸣 小名叫钉钉 是通过这一连串 我带上小名给起出来的 要古代就省这麻烦了 有名有字有号 就把这问题解决了 所以中国古人 是这一套下来 现在人就一个名字 他难免出名就多 就容易重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中国古人起名字 他有一些个规定动作 你比方一个家族 犯哪个字 叫什么名 都有些约束的 咱们最熟悉的叫 孔孟严曾不能乱称 姓孔的姓孟的姓炎的姓曾的 孔子孟子曾神言回 家里排行都一样 兴育传记广 照见庆凡祥 所以你看叫孔凡什么的 孔凡孙 你看姓孟的叫什么孟凡我的 姓孟的有多少 孟凡什么 孟祥什么 孟庆什么 孔庆什么 孔凡什么 孔令什么 孔令辉 像这样的 所以这个孔孟严曾不能乱称 这是人家里固定排行 还有咱比方说金庸先生 金庸姓渣 就检查的茶字 姓渣 他这边犯两字 金庸我们知道叫什么 叫扎梁庸 他把这庸字金和庸分开 叫金庸吗 他有个族兄 叫穆丹 是著名的诗人 叫啥 叫扎梁征 征铁骨征征的征 就是中间犯两字 后边这会儿必须得是金字庞 所以他有这些约定的话 他就不容易出名 而且一看这名就知道 你在家里是哪一辈的 你跟谁是族兄族弟 所以这是一个 在第三个中国古人 他取名的范围宽 起码三千多常用字 他取的 咱们现代人你说三千常用字 真常用的就是几百个 卯大进一千两千 没有古人那么宽泛了 用字已经 但是人口比那只爆炸出十几倍去 所以这样一来 聪明的多 那时候我们现在说了半天 假如说要给孩子起名 应该怎么办 这期咱节目就要随便起个名 别着急 起名有三个基本原则 头一个 写着得好写 你别整那生辟字 谁都不认识 写也费劲 你孩子讲来名是个符号 得跟人交流 你整那么生辟 别人没法跟你孩子交流 所以写起来得好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叫起来得好听 你不能光求字面 怎么怎么的 一叫起来别扭 现在有不少人这名都起出问题 有个姓杜的人给自己孩子 他起名子藤 你看藤树的藤 这听挺好听 可怜起叫肚子疼 你这名好听吗 还有位姓秦的朋友 希望自己孩子健康长寿 给孩子起名叫秦寿生 秦寿生 这是他金爹吗 最可乐的 我碰到过这么一位 他姓段 给孩子起名叫段超群 你听着好听吗 可是孩子到学校 学生都笑我他 为啥 你这么到我一定超短群 出现奇异了 所以千万别以为字面上好看 你还得叫出听声 孩子的名字已经要起号 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长大以后 让他好好的独暑 做那么皇家的浩尔郎啊 皇家独暑浩尔郎 那就叫他 黄树浪 还有第三个呢 想起来得有点意境 得有点情趣 当然这个要求比较高 咱可以随于而安 何谓有情趣 比方说我在广播电台 有个同事姓费 他老婆姓罗 生个女孩给孩子起名什么 费加罗 你听多有意思 意大利歌剧 费加罗的婚礼 活学活用 把这个用上了 还有的呢 这个情调体现的什么 哪怕俗一点也不要紧 我有个朋友姓杨 他的儿子是1月1号出生的 他给儿子起名叫杨丽年 杨丽年嘛 1月1号 小名叫元旦 你听听听 所以我就说这种情趣 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不用你刻意的 非得把孩子这名字 弄得意境高远的 如何如何的 没那个必要 你绞尽脑汁 可能名字还重了 再另外我奉劝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你的名字 爹娘成父母给 起好了 别轻易改 有人说我爹妈没文化 我这名字得改 我就觉得别扭 我改完就转运了 那可不一定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一切平平淡淡 顺其自然 人生在世 哪有那么多精英存在 自己一辈子平安是否 所以你不能眼珠子 走往上看 眼皮走往上翻 适当的放平心态 起名这事 就是个符号 就是个印记 太拿它当为事 还会把你的生活给搞乱的 感谢您收看这期 老亮观世界 您有什么看法 想法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 我们新浪官方 路由地址和我们联系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